接下來就來到法令文 法令文是很多人很煩惱的 就是說奇怪 小朋友都沒有法令文 到底法令文是從什麼時候出現的呢 是的 一般我們講最年輕是 十八姑娘一朵花 終於我發現 真的十八姑娘過了以後 就是十九歲以後 就開始變得比較 表情比較多了以後 法令文就變深了 所以正好是進入大學 你開始說笑逗唱 吃喝玩了久了之後 十九歲開始 人生的第一條 生的作文叫法令文 本來照道理最早的第一條作文 應該是抬頭文 因為小孩子 剛出生一個禮拜有沒有 他正好在脫水 然後你跟他叫小朋友 他眼睛一打開 馬上抬頭文的作文 但是真正的法令文是十九歲這個點 就是法令文是十九歲的時候 特別的開始 所以法令文它影響了 當你法令文凹多少 或者法令文生多少 你的臉就會鬆多少 或者是垮多少 OK 好 所以正老師法令文在 你看面相怎麼去解釋 如果你要求權利的話 當然有法令文是加分的 如果你從事均勤儉 因為這個法令文代表 權威 權高位高 我們不是嘛 我們就是要求父嘛 求平安嘛 平順 不要勞心勞神 所以這個法令文就 跟他聲鼓勵了 所以它代表是這種自我的壓力 自我的期許 責任性重 所以法令文沒有的話 代表飽滿 圓滿 圓榮 其實厚重的意思是幸福的 所以其實女生法令文生 真的看起來也比較老些 對啊 年紀比較大 而且你知道嗎 女生只要這樣好像 兩條很用力這樣刻下去 兩撇 八字 對 這個兩撇下來 對 你會覺得說 它就很全無畏 然後再加上木耳文 就會出現羊婆婆 對 你就會比別人年紀大了10歲 其實在美觀 外觀上 你的年齡就比別人老了一點點 所以剛剛其實詹老師看到我 他說 你六十 他跟我講 六十年次的 六十年次的是不是 我說 真的太好了 少了法令文還真的不錯了 而且他的聲音像七十年次的 對 好舒服定進來 詹老師 你真的是人好好喔 真是善人 大善人 貴人啊 日行要一扇 什麼一扇啊 可是事實上 這就是我跟我同年齡的同學 比較起來 對 那他們事實上 法令文比較深一點 對 然後感覺就好像是 刻下來那個紋路 歲月的痕跡 那它就會比較 整個膠原蛋白 整個就是胃移了嘛 整個臉就是整個會鬆滑起來 然後嘴角就不自覺的 會往下垂 對 很多的藝人看起來像娃娃臉 我們稱為童顏 像我本身四十九歲了 看起來像四十八歲對不對 沒有 真的童顏耶 童顏 童顏 童顏但沒有距 沒有啦 下誠那你就得肝癌了好不好 所以老師你有去做什麼那個嗎 到目前還在努力當中 有機會還要請院長幫我 多多開示一下 那真的是喔 重點是 重點是 你一定要有一個童顏 你才會有美好的 像童顏一樣的快樂 跟小孩子一樣的赤子之心 那也是開運的基本原則 其實詹老師他就是呈現出一個 很開朗的個性 因為他經常要面臨到那種人家 可能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表情 或很辛苦的生活 或者是各種的那種狀態 但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 自己是定一一 就是說自己拿得穩站得住 就是詹老師就拿得穩站得住 所以才有辦法來看待 很多的大壯人生 對 所以法令文的話 如果有這樣的困擾 可以馬上做處理嗎 法令文它牽涉到的範圍 就是最主要是在臉部的中央 所以你如果法令文生的時候 通常它表現出來會尖嘴 所以很多人的爆牙的時候 尖嘴的時候 尖嘴喉塞 大部分都法令文生不是你尖嘴 那第二個呈現的是木耳紋 就是木耳這個地方 因為你的支撐力量不夠 所以會有一個木耳紋 第三個是法令文本身的凹陷 講話的時候變成一個括號 被一個括號 其實我以前也是有法令文 然後我有做一個實驗 就是這邊用打針的方式治療 然後這邊用開刀的方式 嘴角用開刀的方式來研究 然後這邊用打針的方式 就打針比較平 打針比較自然 對啊 比較自然 所以我的臉部變成說 這邊是小臉 這邊比較大臉 所以法令文的地方 如果能夠把它填補起來 意思就是把臉往中央的拉 所以臉會恢復從前 像中間立體 是 直接看起來就是 然後你的輪廓也會比較清楚 比較明顯 我們臉部主要的表情有兩大 第一大在眼神 第二大在嘴型 像我們詹老師 王岐哲 都是在眼神嘴型的表現 所以說如果你的眼神很好 嘴型很好 但是你的臉頰鬆鬆的 或法令文太深或太多的皺紋 相對你的優點會被帶走 是 對 所以應該說把 相對的你把法令文 這條填補起來 相對嘴角就顯得上癢 把臉就立體了 OK 好 所以眼神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一開始我們就講眼神 眼神 所以來看到眼部了 靈魂之窗 眼神到底有多重要呢 這個魂藏眼破藏於肝 那今天第一次為這個節目脫下我的眼鏡 好不好 我也好想看 好不好 到底是 2100萬人想看好我偷眼鏡 可以脫嗎 可以 為了收視力我會拚好不好 好不好 我不會傷眼鏡 可以嗎 不要轉台喔 你看因為我的眼神帶一點點 我們所做的桃花跟銳利 真的耶 如果直接看的話你會害怕 怕我看透你的愛恨情仇 再看個三秒以上 可能會有勾魂的感覺 然後再看就愛上你了 再看就變成我發現我有白內障 難怪剛剛是畫室沒有女生 最後就跑掉了 所以我的眼睛是很漂亮的 有點單鳳眼 可是現在年齡的 年齡的摧彩有沒有 眼帶出來了 對 變成 你有得見 將眼睛的跳過去吧 應該說是眼皮太薄 脂肪就下垂了 其實剛剛眼鏡都不要脫 為什麼呢 眼鏡 因為剛剛這個眼鏡本身 就已經傳神了 就是我們看得出他的眼神了 已經是 對 所以我想就是說 我們自己的這個眼神 如果你的眼神很好 但是你附屬的這個眼皮 譬如說我們常見的就是 眼睛的這個眼球是不變的 你改變的是眼皮下垂 鼻很穩 眉間紋 或者是有淚溝 眼下的細紋 變成說你的眼神很好 但是你的眼皮的附近不太好 那麼就顯得比較沉重了 是 所以我們主要是你20歲的眼球 跟你60歲的眼球是不變的 也許你60歲 比20歲更年輕的感覺 為什麼 有啦 眼球有可能 看看有沒有拍這一張 夢霧 只要你有智慧 對 就是說你20歲的時候 你可能智慧不像60歲那麼靈活 但是你的眼皮下垂的時候 眉尾下垂 月紋 相對的你會顯得比較沉重 是 所以院長你看這樣 陳老師為了我們節目 偷下他的眼鏡耶 犧牲了 真的犧牲了 這個眼睛是需要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還是 通常我們眼球裡面是應該說 眼球中間是一個瞳孔 然後旁邊的這個位置是拱目 拱目是一個白色的 所以我們通常醫生在看的時候 就拿一個放大鏡 或拿一個燈在照的時候 來看你瞳孔的反應 看你的眼球 其實都感覺到 你眼睛是一個靈魂之瘡 對 但是靈魂之瘡的外側就是 你不要有所謂的淚溝太深 眼下細紋太多 或像汗管流 所以陳老師 你戴這個眼鏡也有好處 都遮住了 因為會遮到 對 一黑遮三層 當然這個命理師跟魔術師一樣 要有一點神秘的感覺 神秘的感覺 其實就是要注意到 眼睛最大的部分就是要注意到 這個眼帶的部分跟眼簾 一定要寬 代表你田園茂盛 眼睛大而圓 代表我們說的富可敵國 眼睛小的 一定要千萬注意到一件事情 斤斤計較 小心翼翼 保守不然好 但走不出去 是 這時候就必須要用 幫它做一個開眼瞳的 對 重點就是還要黑白分明 有些人眼皮會變成 垂著變成三角眼 三角眼的人的個性怎麼樣 命理圈頭有三個原因 一個是卡陰的可能性 黑眼圈 後來我發現過有黑眼圈的